End of Month 這個函數 其實基本上 這個函數說明 這邊也有說明 它其實就是說 傳回在 之前或之後 指定的這個月 最後一天的序列詞 不過它其實是什麼 之前之後容易搞混 其實意思就是說 相差幾個月 如果你要算的是 比如說我今天是 12月如果我要 前一個月就負1 那下一個月就是1 可是本月 我是要本月 本月就0就好了 所以要補一個0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地方的用法跟E-Day E-Day的函數還蠻像的 所以Star-Day就是這個月 相差幾個月 相差0個月按確定 也就本月的最後一天 它會回傳給我 本月的最後一天 但是呢 它會給個數字 所以如果你要得到最後一天 那一樣把它改成日期 不就好了 所以會得到什麼 12月的 本月的最後一天 但是如果說我今天 只要31的話 那一樣嘛 外面包個什麼 包個day不就好了 OK 所以齁 它的邏輯都是一樣的 但是 就是看你覺得方不方便 阿不然回來又是一個日期 所以在格式化變成通用 OK就好了 所以基本上齁 它這個只是說要切來切去 那你只要觀念清楚之後的話 你就不用擔心說你取得的不是正確的值了 OK 所以要兩個啦 一個是用Date 一個用E-Day 那如果你用E-Day的話 下個月其實是這個就可以刪掉了 但如果你把這個刪掉 當然這個會不見 但是這個還在 所以如果你要少做一個 那你可以用這個 E-Month E-O-Month這個函數 這樣的話呢 OK 那就看哪一個方便 然後多一個 反正最後結果是對就OK了 好 那再來的話 就是說我今天希望 讓這個位置 怎麼樣呢 這個位置 要放在正確位置 那怎麼辦正確位置 就是說我應該希望在哪裡呢 在Column這個地方 動一點手腳 Column是在E開始 那可是問題喔 我這邊有本月的 第一天的位置 必須怎麼樣 再減掉 減掉什麼呢 減掉第一天的位置 因為第一天位置應該在3 1 2 3 可是問題喔 其實我只有動兩個位 原來你自己本來就要E啦 所以把你原來的位置再加回來 所以加上E 特別注意 然後因為這個位置要固定下來 所以把L4怎麼樣 記得再按F4 鎖起來 3 4 4 4